台南吃美食旅游部扫十连制 小心挨罚 卫生局机查人员和警察会随机抽查 是否有扫十连制 而就有民众PO文说 不劝导直接K罚 就算扫了行动支付也不算数 NCC也公布数据 过年期间手机简讯比起去年三级警戒时期 简讯量暴跌了22% 不少民众似乎真的怕被匡列隔离 要花上万元住防疫旅馆 过年期间台南庙宇前广场挤满民众来拜拜 妈妈带着女儿求平安 被卫生局机查人员和警察栏下 抽查十连制 另一组母女三人同样被检查手机 有没有扫QR扣 民众表情有点紧张跟无奈 这项做法引发争议 网友在PTTPO文说 自己今天没简讯十连制就被抽查到 用行动支付当替代也不行 当下一堆警察在旁边 不拿身份证出来也不行 底下网友留言 是被韩妈抽查手机 开围庭都没这么认真 警察不能开单 扫完后删除怎么办 有没有递出宪法 如果我比较可以接受 就是先劝导 用劝导的我想大家都可以 台南市严格执行抓布扫十连制 1月到2月11号开罚29件 去年至今300件 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还 玩真的不是开玩笑 其中以裁法两件 其余行政调查中 地方政府来查处 罚不罚尊重地方 但根据NCC统计资料 去年三级警戒跟今年年结相比 扫十连制一天1404万则 过年一天少了360万则 减幅22% 透露出民众担心被扩大匡列 损失上万元住进防疫旅馆 所以不扫十连制 也难怪台南市府祭出铁腕 击查开罚 但做法似乎可以干谈性 以免引发民怨 居然来观众 参加报导